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第九代帕迪亞地區第二波的新角色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那在上禮拜日的時候 帕迪亞地區的第二波的新角色已經登場了 所以今天的影片我們將帶大家看的是 這些角色最終進化型的他們 到底在Pokemon GO裡面扮演著怎樣的地位 那我們就從編號最低的角色依序的看齊 首先的話是鬥蟋蟀進化型的烈腿皇 烈腿皇的蟲系跟惡系算是Pokemon GO裡面 第一隻擁有這樣屬性的角色 然而在這樣的屬性搭配下其實並沒有到太優 因為弱點多 抗性也多 而本身的體質的話 是一隻以攻擊力為主 坦度偏弱的角色 這樣的體質搭配下讓他在普通的三大聯盟裡 排名上都是偏弱 而且我們更深入看到體質部分的話 在超結盟坦度只有12.9 高結盟的話只有21.1 而他最高CP50等只達到2619 大聖盟當然的也是很難使用的 那這樣的話對戰的三大要素裡 僅剩下招式了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烈腿皇首次登場的招式 小招的話擁有突襲跟蟲藥 但是這兩招其實數據上並不是對戰中主流的招式 那突襲雖然有7點的蓄能 但是十字減能量上提升之後 相對的就沒辦法五下出一招 讓他本身高攻擊力的一個數據 沒有辦法發揮出來 相對的是比較尷尬的 所以不論小招選突襲或衝咬 其實發揮上都是有所限制 至於大招的話 如果你真的要配就是十字減加二字波動 可能是比較優異 屬性打點上會比較廣泛 出招也比較彈性 如果玩家選擇十字減跟起草 起草雖然能夠打岩石 但是在遇到弱點的飛行跟火石 就會有點尷尬 而且不論你怎樣搭配 其實烈腿皇的招式組合缺陷性也蠻大的 相對的也影響到他在對戰整體的排名 所以就數據來看 烈腿皇首次登場 不論是體質屬性以及招式 目前的環境都不太適合他出場 所以這邊我們的評價當然也不是很好 就只是開圖的角色 接下來的話是烈腿皇後面的編號 從921開始是 布波 布吐波 巴布吐波 然後這邊我們同樣的是要來介紹 最終進化型的巴布吐波 巴布吐波的墊跟格鬥 是Pokemon GO裡面第一隻 擁有這兩個屬性的角色 在屬性對抗上來說 他比剛介紹的烈腿皇好一些 弱點的話怕地面 妖精以及超能力 本身能夠抗5種 算是優點大於缺點的 不過隨說如此 他在國外的三大聯盟排行榜 也不算是特別好 因為他的體質也是攻擊力高 坦度偏弱的類型 而且比起我們剛介紹的烈腿皇 他的坦度更脆 在超級聯盟的坦度就有10.9 高級聯盟也只有18.3 然而他的排名卻比烈腿皇來得高 除了屬性的優勢之外 還有招式組合 而巴布吐波的招式其實還算不錯 小招的話有充電光速 電光以及踢倒 那在這一季電光改動的情況下 有玩家留言說 充電光速是否能夠取代電光 然後我們這邊看到數據 其實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電光雖然續能上 比起充電光速低一點 但是威力是高上許多啦 而且出招2T 比起充電光速的3T 來得好操作 所以電光目前還是贏過充電光速的 而唯一的格鬥系小招 踢倒就不用說啦 依舊目前數據上是爛招 所以巴布吐波的小招 基本上都會配置電光為主 然而大招可能是巴布吐波的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我們這邊能夠看到 他只有格鬥跟電系 那這邊先把優秀數據的競技戰選下來之後 電系招式 當然也是會選擇打來跑的瘋狂普特 那這兩招的搭配 玩家們應該會立刻想到的是 在大CM很常見的暢想 但是巴布吐波不一樣的是 他本身電跟格鬥 都是有鼠袖加上自身攻擊非常高 以逼盾的壓迫力上來說 巴布吐波肯定非常強的 但是操作難度也非常的高 戒持這一隻是以自己技術為根本 然後配合著陣型上搭配 才能夠發揮出很好的一隻角色 相對的我們這邊評價就沒有那麼親民 只給到B 雖然評價上並沒有到非常好 但是我們這邊額外補充左上角的部分 他是目前PVE的電系排行榜第9名 本身的攻擊力招式也非常好用 可能偶爾電腦選配電系角色的時候 說不定他也是會上場的 好再來的話是編號962號的嚇死鳥 他是這一波唯一沒有進化型的角色 本身的屬性跟目前Pokemon GO裡許多角色相同 是2跟飛行系 而這兩個屬性搭配起來 弱點的話跟抗性其實差不多 但是能夠雙抗地面跟雙抗超人 其實在對戰裡使用性非常高 而在國外排行榜的名次 比起前面兩隻更好了 超級聯盟有160 高級的話則是88 但是我們仔細看他的體質部分 其實他也是一隻脆皮的角色啦 因為在超級聯盟坦隊就13.9 高級聯盟則是923.5 那誰盟的話 無私等CP92812 基本是沒有辦法跟歪神一佩爾他的相提並論的 接著我們這邊只比較能夠在超級以及高級猛出場的鱷魚飛行系的角色 嚇死鳥 突依娜 加熱地區的火焰鳥以及烏鴉頭頭 那玩家也可以注意到突依娜的坦度啊 確實是這邊最有益的 第二名坦度的話則是加熱地區的火焰鳥 接下來是嚇死鳥再烏鴉頭頭 然後論攻擊的話當然就是反過來了 不過論論清明度來說 突依娜需要灌到菜籠滿等 而且帶夥伴的情況下才有辦法在高級聯盟使用 加熱地區的火焰鳥捕捉難度非常高 接著玩家如果在資源上有困難的話 突依娜跟加熱地區火焰鳥排掉 烏鴉頭頭你又覺得他太脆 嚇死鳥是可以考慮的 不過就他的體質來說對戰的穩定性肯定不是很好 那就要看一下招式組合是否值得他使用了 那嚇死鳥首次登場獲得的招式 在小招部分有翅膀攻擊以及弱石 首選的話當然是以蓄能比較高的翅膀攻擊為主 大招的話有以牙還牙、飛翔以及艷返 那裡面比較特別的是 原本飛翔這招就只有氣球皮卡丘所擁有啦 獨立的招式但是這一次首次開放給新的角色 嚇死鳥所獲得 那這一個招式的優點就在於他的第一批表現非常的好 能量需求只有45點 但如果說缺陷的話 可能就是翅膀攻擊5下還沒辦法出招 你要幾招第6下 並沒有辦法向彥返出招那麼彈性 不過DP差的4點傷害量也是差的蠻多的 所以玩家是否要配彥返還是選擇飛翔 就要看個人而定了 至於第二招以牙還牙算是標配 那我們同樣的把鋼三隻角色丟進來比較 夾勒地缺火焰鳥跟嚇死鳥同樣擁有翅膀攻擊 而突依娜跟烏鴉頭頭主要是以大聲咆哮為小招的首選 四者都有不錯的小招進行支撐 而大招部分的話 嚇死鳥有的飛翔數據非常優秀 突依娜的話算是裡面惡系的能量上需求最低的大招 夾勒地缺火焰鳥跟烏鴉頭頭則是都有打帶跑勇妖猛攻 每隻的像性看起來都有所不同 不過整體來說招式組合都還算萬用 算是持品 所以綜合以上的數據 我們可以發現到嚇死鳥的缺陷好像就有坦度不太足 那本身高攻擊力卻沒有配置到猶猛攻 卻帶著飛翔其實傷害量也是能夠打出來 不過就穩定性上來說 高結盟跟超結盟 突依娜的價值應該還是難以被取代 加上這一次厭反的實力是有提升的 嚇死鳥的飛翔是否能夠在對戰裡打出不錯的效果 我們還是要實際對戰才有辦法知道 那玩家如果剛好抓到一隻不錯體質的嚇死鳥的話 不妨可以來投稿讓大家看一下 好那最後的話我們要來介紹大家最期待的 帕蒂亞地區的準神獸 吉吉隆 那吉吉隆他本身是三階進化型 那每一個型態都是冰跟龍系 然而看到這兩個屬性 不免的就會想起第五代的神獸 球雷姆 我們等一下也會來比較一下 不過我們先來帶大家看一下吉吉隆的基本數據 無私人的CP非常的高 達到4013 攻擊力254 防禦168 耐力的話229 算是一直以攻擊力為主軸的角色 而他本身的冰跟龍系也造就了他弱點非常多 冰系的話本身只抗冰 所以讓龍系怕冰的這個弱點平掉了 但是付出了怕鋼 格鬥以及岩石系 算是得不償失 那抗性部分 抗性部分僅有水電草 說實在在對抗上真的是比較難用一些 二台國外的排名其實不算太差啦 雖然超結盟高結盟是100多名 但是大血盟竟然有20名 但也認為這個評價算是碰轟的程度比較高 畢竟吉吉隆的屬性 冰跟龍我們終究要跟球雷姆進行比較才知道 那目前冰跟龍系的角色真的是比較少 除了球雷姆之外 我們這邊則拿出他二階進化的冰級龍進行一起比較 那冰級龍雖然51等的CP就有2393 但是坦度部分卻贏過了三階進化型的吉吉隆20.7 而球雷姆比較遺憾的是他的坦度22.1 差一點點但是綜合體質的3712 還是贏過前面兩隻 所以高結盟來說 吉吉隆在這三隻裡面算是一隻比較脆的角色 不過他畢竟是準神獸馬 神道大聖盟CP有達到4013 非常的高 但是輸給球雷姆的4041 但是他的攻擊力是贏過球雷姆一點點 坦度的部分則是弱傷一些 至於綜合體質的話 球雷姆則是獲勝 但是兩者的差距並沒有到非常的多 所以就數據上來說 屬性跟體質 我們幾乎可以把吉吉隆跟球雷姆看作是相同的 藉此吉隆龍配置的招式組合就變得非常之關鍵了 那首次配置的招式在小招部分 是冰凍牙以及龍襲 大招則是逆琳、雪崩以及龍爪 從數據首選的話 小招會以龍襲為主 大招的話 絕對會選擇能量上比較短的龍爪 加上雪崩的組合 這樣的話 到底能不能夠贏過球雷姆呢? 不過很可惜的是 球雷姆已經獲得他的專屬招式 冰封世界 這一招能量是比起雪崩來的短 而且加上放出去之後 能夠讓對手百分之百降一階的攻擊力 雖然雪崩的傷害量確實是比較高 但能量需求也高 導致他的出招彈性並沒有到特別好 而且我們能夠注意到 不論是吉吉隆或者球雷姆 他們本身配置的招式 在打缸都有減傷的情況下 如果有在逆風的情況 球雷姆的冰封世界降對手攻擊 讓衍生出給隊友會比較好操作一些 接著我們這邊認為 其實吉吉隆要取代球雷姆在PVP的地位 難度還是非常高的 不過眼界的玩家應該有發現到 吉吉隆的小招手冰凍牙 不像是球雷姆本身是帶著剛毅的 相對著他沒有辦法在PVE的傷害排行榜排進裡面 反而吉吉隆他在冰系的PVE傷害排行榜這邊 就有生存的空間了 他是目前冰系傷害的第二名 帶著冰凍牙以及雪崩的傷害量 來到DPS17.4 算是一隻極戰力的冰系角色 但是另外一個屬性 龍系的話就比較可惜了 畢竟龍系的妖魔鬼怪太多了 雖然有著龍系傷害量比較高的大招逆領 但是小招配龍洗不如龍尾 所以DPS秒數數傷害只達到17.5 論龍系比他好用的角色實在太多 所以玩家如果想用吉吉隆在PVE的話 就直接用冰凍牙加上雪崩就對了 好 藉此我們看完今天吉吉隆的數據之後 丹尼給他評價有A 主要的考量點在於他PVE是冰系的第二名 加上如果在沒有神獸的大時間盟紀念碑的話 其實他還是有發揮的空間 這兩個點算是他在Pokemon GO目前最大的用途 不過他畢竟是準神獸 還是能夠吸引的許多玩家的捕捉 玩家應該可以發現到近期 其實野外的兩吉隆真的非常的少 官方也有說其實數量確實是一不多 那在這次15號活動結束之後 其實10公里蛋還是會把兩吉隆給放進去 玩家到時候如果孵化的話也是能夠取得的 況且吉隆確實是要100%才有辦法實戰中使用的 所以玩家到時候再拼個運氣看能不能夠孵化得到吧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第二波帕迪亞地區的新角色 我們今天在影片中介紹完了這四隻 就目前的實力上來說他還不至於毀滅目前Pokemon GO的生態環境 不過巴布吐波以及獵腿皇的首次屬性的搭配說不定會帶給後面 一些特殊賽事會讓他們崛起也說不定 也算是為Pokemon GO增添了許多的色彩 那麼這一次第二波的新角色 你有哪隻比較感興趣或有不同的看法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丹尼一起討論喔 今天的影片就提供給玩家們當作參考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 補挑戰